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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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 弟兄姐妹一面我们看见 这个灾难不断的临到他们 而我们最后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报喜信 就是神为我们申冤 神为我们报仇了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我们要趋吉毕毕兄 上帝又花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 讲到巴比伦 现在讲到最后这一段 他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已经定了 无论他现在多么的美好 多么令人羡慕 但是他的结局已经定了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铁达尼号 当他撞上冰山的时候 就注定他一定会沉默的 那刚刚开始只是轻微的晃动 轻微晃动 一点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危险 但是最后他终于就沉默 所有最可夸的这些奢华 所有的什么安全的保障 富豪大官大小人物 都一起沉到海中 那只要在铁达尼号上面 命就已经定了 那我们怎么样趋吉毕兄 怎么样逃避呢 弟兄姐妹这就是在这一章圣经 一开始讲到就是他说 这说你们要从那城里面出来 从巴比伦出来 免得和他们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宰殃 就是逃避他 逃避他 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怎么有办法逃避他呢 那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能够从世界能够走出来 我们怎么能够逃离他 弟兄姐妹这个逃离 不是我们真的身体可以逃离 可是我们心一定要先离开 那我们心离开了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身体 还活在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受洗这么重要 受洗就是在宣告说 我已经不跟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弟兄姐妹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一样 罗德西怎么样 他逃离了所多 对 但是他的心 却还在所多 身体出来 人出来 可是心还在所多 结果他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眼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教会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跟一群 这个新属天国的人在一起 你如果你一落单 你就要承受 他在所多的身体 不可以回避的 没有办法弥补的损伤 那罗德的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他离开了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使他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在一起 我们彼此服侍的待 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的果 也不是这个世上的果 我们的果是属天的果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所做的 都是为的属天的国度里面 另外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生有我们感恩 没有我们也感恩 因为这今生 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 所以弟兄姐妹 我也相信上帝会 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今生 没有缺乏 在永恒的里面 我们得到永生 上帝赐福给你 赐福所有的 幸福小属的同工 上帝要大大的恩高在你身上 叫你们得人如同得语 你们能够把合捆 满捆的带回家 欢欢喜喜的带回家 主与你同在 阿们